南宋年间,临安附近有个临水镇,住着一个叫徐氏的寡妇,徐氏邵使长得美,十二岁就被恶棍爹卖进花楼,直到二十岁那年,才为自己赎了身,嫁给了一个卖包子的李三,婚后两人小日子过得不错,感情和睦,还生了一个女儿,可惜好景不长,等女儿三岁多时候,李三不幸因病去世,从此徐氏就成了一个带孩子的年轻寡妇。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,观看完整版视频。